我要鄭重的呼籲高宏安 你就公開道歉吧 塔綠班 塔綠班 綠書神奇有勾斬 讓大家都在瞧瞧你們塔綠班 你看看你塔綠班 這個記者一問他就說 多少的這個塔綠班啊 聖章式對號入座 一些人檢討我唱歌 但檢討政府的防疫 怎麼就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呢 在台灣是有一個 普世價值跟標準的 那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你今天為什麼是這樣的態度呢 你今天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錯在什麼地方啊 你今天不是你講的一大堆 巴拉巴拉說一大堆啊 巴拉巴拉說一大堆啊 你推託說這些批評我的人 為什麼這個 當疫苗怎麼樣的時候 疫情怎麼樣的時候 死了幾百個人的時候呢 為什麼他們不出來講 那是兩回事 那是兩回事 今天就是論事的 你不要跟我講清朝以前的事情 其實我也蠻祝福他的 就是針對 如果你認為綠促 這兩個字是對的 那以後你就不要怪人 不要怪別人罵你白促 就很簡單 你知道嗎 單單講綠促跟綠區的 被我告成功了好幾十個啊 我們刑事訴訟法裡面的妨礙 裡面綠區 我連區還引經據點的 把廁所裡面的塞哈 跟私底死後的區 全部都完全把它列印出來 給這個檢察官跟法官看 這是我們法院認證的羞辱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嘛 那我知道高宏安 可能這個綠促 這個這個綠促 這個綠促兩個字 這個歌詞跟歌曲不是你寫的 我知道 但並不是你去參加一個節目 這個所謂的名嘴的主持的 一個網路節目 然後他要你怎樣做 你就得怎樣做 不是這樣嘛 我們來參加節目的時候 難道主持人要我講什麼 我就非這樣講不可嗎 你沒有你自己的中心思想 沒有你自己的價值嗎 你不知道什麼話能講 什麼話不能講嗎 網友反應是很激烈的 可是公安顯然他是不道歉的 我認為他的素質不應該這樣 如果有一些網路上的人 不管是賣成衣還是賣聲量 對他來講聲量是一種生意 可以賺錢的事情 不管對錯 不管有沒有道德 不管有沒有道理 只要能夠賞賣 賺錢賺賺就生意的話 一種諸學衡嗎 諸學衡就是這種人嘛 那大家去唾棄他 他靠這種讓人家看不起的本事賺錢 那也是他的本事他敢 可是我們身為立委 或身為縣市長 或身為公職人員 有一條紅線 不能用去侮辱糟蹋人的方式 來賺取自己的聲量 還得得的洋洋得意 高鴻安之所以 你能夠有那個資格來選新竹市長 是因為你清新的形象 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你會罵人家綠促 你罵綠促的結果 你在信竹能夠選得上嗎 我才不相信 只要人家批評你 你就說人家是1450 誰拿錢 柯文哲講的那句話 名嘴是可以花錢收買的 到現在幾年了 我叫他講半個 他連十分之一個名嘴都講不出來 然後現在說塔利班 連綠促都講出來了 那名嘴他們要講什麼 為了他自己講話負責 有一位董志森也是一樣 那個所謂促生才會加入民進黨 單單這句話 事實上全國所有的民進黨員 在全國二些事都可以告他 因為你說我是畜生嘛 你現在沒有指名道姓 但是說畜生才會加入民進黨 我加入民進黨難道我是畜生嗎 因為你這兩個字綠促 綠促兩個字是綠色的畜生這個意思嘛 高鴻安今天說我被網路霸凌 換句話說他沒有認錯 所謂的綠這個字言 是中國那邊的小粉紅開始發響的 就綠色的聲嘛 所以我是覺得有什麼恨 要恨到這個程度 那中國對民進黨恨 那我可以理解 高鴻安會唱這個歌某種程度 也是代表他身邊的支持者 講那個什麼塔利班塔利班 是一個諧音啦 就是塔利班嘛 因為台南為什麼 有點激進跟恐怖分子 激進那個激進是恐怖分子 用這個來做比擬嘛 除了那個諧音之外 沒有實質意義啊 你如果去仔細去看 民進黨跟塔利班有什麼關聯性 民進黨獨裁啦 民進黨這個專政啊 民進黨的獨裁專政 跟塔利班能夠比嗎 民進黨的獨裁專政 跟塔利班能夠比嗎 民進黨今天就算你 退官不理說他 他這個所謂的獨裁好了 就說他獨裁好了 他的獨裁的權力來自哪裡 是人民啊 他是有民意基礎的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很清楚 親美 反中 和日 然後民主 多元 這是民進黨的價值啊 當高宏安講綠簇 講塔利班 這樣的字眼的時候 你還覺得講得非常好 你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沒有一點點羞愧嗎 沒有覺得自己人格分裂嗎 綠簇這兩個字 你唱出來 然後你事後的態度 是不是跟著你一輩子 一個這麼粗筆 沒有教養撕裂族群的字眼 充滿仇恨歧視的字眼 在你唱出來之後 你還正正有詞的認為你了不起 然後呢 你的貴黨的黨主席 柯文哲還加碼肯定 這就是你們民眾黨 帶給台灣的政治文化 這個綠簇 塔利班啊 聖章是綠簇 就綠色的聲嘛 綠簇兩個字 是綠色的畜生這個意思嘛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很清楚 親美 反中 和日 畜生才會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的獨裁專政 跟塔利班能夠比嗎 就巴拉巴拉 講一大堆啊